相互制约的关系来防治病虫草害的措施 作为化学防治的一个补充方式 生物防治在全球都有广泛的运用 生物防治在全球都有广泛的运用 早从1853年开始 白将军、绿将军、苏云金、牙膀杆军等病原微生物的研究成果 就相继问世了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 以军制军、以虫制虫等应用很成熟的生物防治措施 今天已经扩展成微生物类、植物提取类和幼抗类生物农药 撑起了生物防治的半边天 中国在绿色发展的总体规划下 将生物农药研制 列入中国21世纪译成白皮书 加大了生物农药的投入 生物防治不仅能更好地保护 并适度恢复某一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还对农药使用量零增长有重要的作用